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UA卫视新闻 我是平章 香港无线电视台不久前推出普通话节目为主的频道 并配以简体字幕 引发了许多港人的强烈不满 我们今晚将通过连线听听来自香港的声音 此外 英国舆论上最近掀起了对中国太子党势力的讨论 我们将用来自伦敦的连线报道 欢迎锁定今天2月25日的VUA卫视新闻 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头条 在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前夕 中国股市星期四出现暴跌 中国上证指数收盘暴跌6.4% 深层指当天也暴跌7.34% 分析人士认为将在3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股注册制改革等一系列消息 导致了今天的股市大跌 此外 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颓势 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前发表报告说 中国经济减速增加了各方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美国和中国星期三达成协议 双方同意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实验及发射远程火箭 联合国应对平壤实施新制裁 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 联合国定于星期四就制裁朝鲜问题举行闭门磋商 预计期间将讨论美中两国的协议 在美中两国搭乘协议之际 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访问 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赖斯说 赖斯和王毅都认为应针对朝鲜核实验和发射火箭 做出有利和一致的反应 包括联合国对其实施新制裁 美军一名高级官员说 遏制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重要途径是继续外交努力 同时保持在该地区部署强劲的军力 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继续就亚太地区安全举行听证会 中国在南中海实施军事化 和朝鲜日益增强的导弹与核威胁再次成为议事焦点 2月24号星期三到众议院军委会作证的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重申 中国显然有意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 在我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企图 是实实在在的 就跟首都格伦比亚特区的堵车现象一样实在 哈里斯上将前一天在参议院证实 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五敌岛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 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 以及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哥德朗礁 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伟达系统 中国外长王毅同一天在访问华盛顿时 没有直接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 但敦促人们不要只关心中国的行为 并暗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是军事化行为 美国官员们说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过去几十年来 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保障 哈里斯上将说 为了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 美国需要继续推动外交努力 但也必须在该地区保持强大军力 向前推进的最佳方式 是展示和维持可信的军事实力 并保持该地区那些具有共同理念的盟友和伙伴的联系 鼓励他们在南中国海地区展开行动 我们必须继续在南中国海展开行动 以展示那里的水域和空域属于国际领域 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属于中国 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 哈里斯上将说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足以应对目前的安全挑战 但认为依照预算计划天制的潜艇和第五代战斗机数量不够 担心未来难以应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 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们正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 避免这一争议导致双方的军事对峙或意外冲突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正如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介绍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要加强航行自由行动 针对这一发言 日本政府表示支持并认为国际社会应联手应对南海问题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小玉你好 金章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政府具体是如何回应哈里斯的这番发言的 另外日本政府怎么看待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举动呢 是的 平章 今天星期四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 表示欢迎美国太平洋舰队哈里斯的发言 哈里斯昨天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为了遏制中国在南海 为了遏制中国把南海变成军事基地 应该加强美国在这一海域的航海自由行动的次数 并且要以更加复杂的行动加以实施 另外哈里斯还表示 为了凸显和维持美国可信赖的军事力量 有必要加强美国与这一海域的盟国 以及友好国家的联合联手行动 那么对此呢菅义伟也表示赞同 他表示为了保卫这一海域的开放与自由 应该国际社会应该更加紧密地加强合作 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谈到了中国在南海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的问题 随后又传出中国在永兴岛部署战机的消息 昨天星期三菅义伟官方长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一报道表示 这显示这是一种提升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的行为 日本呢绝不能容忍 另外日本防卫向钟鼓元也表示 这意味着中国要把人工岛变成军事据点 日本政府内部对这一问题呢担忧正在升级 认为中国呢正在步步升级他们的行为 迄今为止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呢一直主张 南海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海上通道 而中国的行为导致这一海域的航海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威胁 迄今为止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呢 一直是以口头上表示担忧 那么今后我们要关注日本是否能 是否会做出一些行动上的表述 屏长 小玉我们也了解到这个 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中央央行的会议 马上要在中国上海召开 那么对于这一会议 日本方面有哪些讨论的声音呢 是的 从昨天到今天 日本的这个高官呢 一直在表示期待在会议上 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改革 昨天星期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上就表示 希望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 一方面应该讨论能够持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问题 同时他还表示期待中国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那么今天将明天将出席这一会议的日本代表 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也表示期待在会议上讨论 中国的设备过剩等经济结构问题 那么菅义委官方长官也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类似的表述 看来日本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将提出敦促中国开展结构改革 平常 好的 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将连线香港评论人士 谈谈港人对TVB使用简体字字幕的不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V卫视新闻 香港历史最悠久也是在香港占主导地位的电视台 无线电视TVB 从2月22日起推出普通话节目为主的频道 并配以简体字幕 此举引发了许多港人的强烈不满 我们现在就连线香港进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 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全先生 来听听他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 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您认为这些香港的民众 这次为什么会如此强烈的 反对TVB推出以普通话节目为主的频道 并且反对在节目中配简体字幕呢 香港民众到底在担忧什么 其实就是说TVB以前呢 也有这个普通话的那个新闻 还有那个财经的报道 是在英语台里面网播的 但是那次那个不同呢 他是开了一个那个新的频道 里面的这些新闻跟财经呢 是用这个普通话之外呢 是首次啊 有香港面试台用这个简体字来打那个字幕 香港人最近呢 就是跟内地的这种关系 比较紧张 有比较多那个猜疑 尤其是自从占领中华那个事情之后呢 大陆方面 对香港的那种自由啊 价值方面的控制 还有打压来得比较凶一点 然后在这个TVB的事件之前呢 也有我们香港那个教育局啊 想在那个教育界推行这个 这个简体字这个 这个普及的计划 就是说你房体字学好呢 就学一些简体字这样的一些措施 在这些背景之下呢 那个香港人对内地那个差异 比较严重的情况比较 就是那个TVB把那个字幕改成 这个简体字 虽然我们不是主要的观众 但是这个也反映我们那个香港那个价值 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的一种靠拢 是不是有一种那个储协 因为一个地方那个语言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自己把持的话呢 也会感到是不是这个 我们香港不变了 还有另外一点一点可以留意的 就是TVB之前呢 换了一个那个股东 这个股东呢 他叫黎瑞刚 他以前呢 是上海这个 是那个 一个官员 也是一个党员 后来呢 变成那个上海的那个 传媒集团的一个老板 慢慢淡化这个官方的身份 但是呢 他就其实也是 跟那个党跟国家那个路线 是一致的 来带领那个上海的那些传媒集团的发展 后来呢 他就过来香港 就买了TVB的一些股份 他有这个中国梅多自清 之后呢 从这个人的入股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担心 这个TVB会不会所谓进一步大陆化 而这个 这个专自末用这个 减几次呢 就有点印证了 这种所谓大陆化的那个举动 就让我们香港人觉得 这种的这种的取态 勾紧是纯粹是说为了一些来香港的这个大陆观众 还是呢 有什么决定 但是你说为了大陆观众都好啊 我们一个地方的自末 不会说因为要牵着你而把它改的 比方说你去美国看美国的电视 它如果是英语的 它就是英语 我们去日本 如果它是日语的 自末是日语 也是日语 不用为你这个 哪里来的观众改成你的一种自末 因为你来了 你就应该跟随我们的这种文化做法 而不是呢 我们来牵着你 所以这种当中有没有一种妥协呢 就引到那个香港人比较大的那个关注 还有一些人就是本国 正如您刚刚所介绍的 这个香港民众对于简体字和反体字之争 其实反映的也是香港民众对于本土文化的一种维护 那么这种在对本土文化的维护呢 其实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在政治体制上 也倾向于大陆化 但是我们也听到一种观点 就是说这个香港民众如果过度的维护本土文化的话 也会伤害到香港一直以来这种开放自由啊 多元文化的这种传统 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是否有担忧呢 其实我觉得早没有那种 但因为其实香港一直就是很有香港的特色 一直都有那个本土的文化 但是为什么现在说这种要保护这个本土文化越软越烈了 就是因为我们感到这个香港的很多价值啊 文化都给撑起了 就是我们越来越好像没有自己的这种 呃 原本能够呃 觉得比较有信心比较舒服的这个呃 那个文化环境 比如说呃 在我们的学校啊 就是越来越多那个学校 所谓推广这个普通话教中文 而不是呢 用那个广东话 教中文 这些东西 呃 还有 呃 呃 当大家说呃 所谓母语教学啊 这个母语是什么 有一些人就是呃 比较有地位的 跟大陆呃 有关系也是有一个呃 之前说他选 常选这个厕守一个黑马 两顶中间这样 他就说那个呃 普通话也可以是母语嘛 然后呢 这这这些东西呢 呃 呃 种种的呃 大陆方面对香港的一个自由啊 法治啊 民主的这些呃 控制影响底下呢 大家就觉得我们的这种呃 呃 原有的空间加持就受到那个威胁 呃 呃 呃 这样才会破的香港人就要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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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呃 这个本土的这些利益 班 agent 呃 呃 呃 我们的连线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OA卫视新闻 汇丰控股集团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和亲友 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协会的调查 这件事也再次掀起了英国舆论 对中国太子党势力的关注 与此同时 中国首富王健林在英国公开表示 英国脱离欧盟必大于利 有关详情 我们现在连线VOA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锦玲 锦玲你好 锦玲你好 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英国的舆论最近为什么会特别的注意到 中国的太子党势力 那么舆论对于这件事情有哪些讨论呢 好的 中国的太子党一直是英国媒体注意的焦点 英国的卫报和美日电讯报先后调查报导过 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前领导人胡锦涛 以及前总理温家宝和李鹏在内的这个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家人和亲属 利用设立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境外公司 储藏财富 那么这个当中呢正涉及到了西方主要银行协助中国太子党转移资产 所以美国的这个证监会对汇丰银行这个控股集团展开调查 这一次呢是再次引发了英国舆论对中国太子党的势力到底有多大的注意 那么英国舆论认为呢这些中国的官二代红二代之所以抢手 是因为在西方机构呢他们已经体悟到了 在中国呢这个群贷关系是有助于打通关节 包括金融机构在中国取得许可贷款和其他资源 像是摩根大空银行就成立了一个招募计划 那么网络中国的这些官二代 那么这个银行在中国的企业四分之三都跟这个计划有关系 所以英国语认认为呢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或社会议题 实际上其实已经是一个政治议题 屏障 我们也知道这个英国六月的欧盟公投在本星期开跑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首富王健林在英国的公开表示说 英国脱离欧盟会弊大于利 那么敬礼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王健林具体 是怎么说的 那么他的这番表态 这番建议在英国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 王健林是在英国的牛津大学的一项演说中 那么对英国欧盟公投发表他的个人看法 他表示呢英国脱离欧盟是弊大于利 那么指出在经济已经全球化的大前提下 英国很难独散其声 英国如果真的要是脱离了欧盟呢 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也会减弱 那么对英国的这个经济贡献呢将随之缩小 他说依他个人的判断呢英国是不会退出欧盟 那么我们知道王健林他近年来在海外是大举并购 而英国呢是他在欧洲的一个布局重点 所以这边一般呢对于他的观点呢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平常 那么说到这个英国六月的公投 我们知道这个目前因为英国的首相和伦敦市场的立场 好像出现了分歧 也给这个英国是否要留在欧盟的这件事情 增添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你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好的从现在到英国这个六月二十三日的公投日 大概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伦敦市长强生呢 他们这个挺欧和反欧的立场是壁垒分明 连民调到目前为止呢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留欧和脱欧之间有的说是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三十九 那么有的说是百分之三十七对三十八 但是呢平张重点在于到目前为止 大概还有四分之一的民众没有做出决定 而我认为呢这将足以影响到公投的结果 所以从现状看来英国去留欧盟的态势呢 其实是接近五五坡 可以说是依然在这个剃刀边缘上面 平张 好的谢谢静灵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VOA卫视新闻 继续来关注国际药文 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审议一项安理会决议 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叙利亚停火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这是使我们得以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 叙利亚交战各方可在星期五中午之前 确认是否参与停火 而停火将在此12小时后开始生效 美国和俄罗斯官员星期四将就实施停火问题 举行进一步的磋商 俄罗斯副外长伯格达诺夫重申 俄罗斯不会讨论除停火计划之外的任何选项 苹果公司坚持对联邦调查局FBI的法律挑战 FBI通过法院通过命令 要求苹果公司协助FBI将去年12月 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枪击杀人的枪手使用的手机解密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苹果公司表示在过去的五个月里 FBI已经要求他给十多部iPhone手机 解除密码加密安全装置 该公司这一说法为他的论点提供了支持 苹果公司的论点是FBI目前的要求将导致更多的要求接踵而至 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三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 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有先例可循的 我们的司法制度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则 假如一位独立的法官认为有理由相信一件物品 包含着某一犯罪行动的证据 这位法官就可以授权政府进行有限制的搜查以找到证据 假如政府需要第三方协助以保障搜查可以实行 全国各地的法官和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都认为第三方必须提供这种协助 假如这是在第三方合理的能力范围之内 苹果公司截至目前拒绝合作 该公司总裁库克说 FBI的要求等于是为该公司产品安全设置提供后门 从而危及苹果手机用户安全信息 苹果将在星期五之前正式提出反对政府动议的理由 就此有关的听证会已经安排在3月22日举行 白宫举报正在审查是否提名内华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布莱恩·桑多瓦 接任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的职位 下面就是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誓言不理会奥巴马总统的提名 不就提名人选举行听证或投票 奥巴马总统声称推迟确认其提名人选将影响未来法官的任命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参议院共和党人真的从政治角度出发 采取违宪和违反逻辑的姿态打破传统 人们将来势必会看到任何一位总统任命法官的能力 都会因此进一步削弱 共和党议员希望由明年1月就任的新总统来提名终身制的大法官人选 如果只有8名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做出4比4的裁决 下级法院先前的裁决将成立 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不会成为美国未来司法裁决所能依据的先例 数百名菲律宾和越南的活动人士 星期四在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外举行抗议 谴责北京在南中国还有争议岛礁部署雷达和军事设施 下面是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活动人士吹着牛角喇叭 越南学生挥舞着他们的国旗 活动人士还高举着要求北京滚出去 菲律宾和越南联手把中国踢出去的标语口号 我们举行这次抗议活动是要展示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和军事化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我们呼吁中国从南中国海撤走所有武器 停止恫吓我们 停止军事化 前菲律宾议员和抵抗中国侵略运动和联盟主席吴李氏指责北京不遵守国际法 在仲裁法庭裁定要审理我们递交的诉讼之后 在美国同东盟国家举行会谈之后 中国非但不像一个文明国家那样形式 反而宣布了一系列的举措 非常挑衅性 非常消极的 非常侵略性的举措 吕飞越南学生协会主席远国将敦促国际社会 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 我们呼吁南中国海和平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联手 反对中国在区域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和非法行动 日前美国表示 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五敌岛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 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克德朗礁 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 中国说他们在南中国海构建的军事设施是合法和必要的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希望不要再在南中国海看到抵近侦察或派遣 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 王毅所指的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 美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应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此前派军舰和军机到该地区进行巡航 威尔卫视新闻报道 84年来美国的法律的一项豁免条款规定 只要在美国市场供不应求 就允许进口奴役劳工产品 包括出自同工的产品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贸易法案 其中的一个条款就堵住了这一法律漏洞 而这一法律漏洞一直可以追溯到1932年 在这一年通过的关税法案禁止进口奴役劳工产品 但同时规定这一项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 时间跨度超过两个星期的南卡罗莱纳州总统初选将在星期六告一段落 届时民主党选民将走向投票站 在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中间做出选择 共和党人已在2月20日投下了他们自己的选票 南卡的初选结果将对两党接下来的选情产生重大的影响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艾伦 从南卡州首府哥伦比亚发来的报道 几个星期来 共和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敢在南卡初选之前在泉州各地奔走拉票 共和党人上星期六投过了票 民主党人本星期六将前往投票站 由于南卡的两场初选是美国东南部地区的首站 专家们说这是美国总统选举进程中最重要的早期战场之一 南卡民主党初选超过一半是要争取非洲裔美国人 这是争取黑人支持的第一次考验 非洲裔美国人超过90%投民主党的票 所以知道谁才是这个核心选民集团喜欢的人 对民主党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 为了壮大他在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支持 克林顿星期二主持了一次感人泪下的讨论会 参加者有被暴力夺取孩子的母亲 包括特雷沃恩马丁的母亲 佛罗里达州的少年马丁被一名协警开枪打死 有一位为我们非洲裔美国人 为我们妇女挺身而出的人 我们就有机会 我宣布我的一票投给希拉里克林顿 在早期民调中远远落后的伯尼桑德斯 选择在其他州竞选 他将在星期五返回南卡 在共和党方面 哈佛门教授说 唐纳德·川普赢得了上星期六的初选 这显示出他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保守派人士 这一胜利从选战策略来说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那种能够吸引南卡选民的候选人 那你就是那种能够吸引整个南方的候选人 这对共和党人来说很重要 传统上南方由11个州组成 在现代选举史上 如果某位共和党候选人横扫所有11州 那他就当上美国总统了 每次都是如此 现在就说川普势必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还为时过早 马可·卢比奥正在争取建制派的支持 泰德·克鲁兹仍有竞争实力 不过哈佛门说 川普拿下的这些早期投票的州越多 他就越有可能获得提名 美国之音布兰恩 艾伦 南卡 多伦比亚报道 在美国的政治中尤其是大选年 政治漫画必不可少 一位美国的漫画家说 用漫画讽刺挖苦政治人物 是民主体制和言论自由的体现 下面是VOA市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华盛顿最近的一个政治漫画展览上 美国政治杂志漫画家乌尔克说 漫画是新闻媒体的一部分 一个幽默的图像加上非常到位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好的政治漫画 他说 政治漫画能够指出 政治中存在的虚伪 愚蠢 不公正等现象 让政治人物无法逃避责任 华盛顿邮报漫画家托斯说 政治漫画要简单 形象简单 信息简单 漫画就是要把很多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快速化 并且要尽量幽默有趣 这次展览的题目是 2016年通往白宫的道路 主题是今年的总统大选 各路总统参选人 自然成为漫画中的人物 尤其是共和党参选人川普 漫画家托斯说 川普很可能会成为 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它是人们注意的焦点 漫画家托斯说 另外一个原因是 政治漫画的特点 是批评和嘲讽的意义 多于赞扬 如果有一个政治人物你不喜欢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 政治漫画的对象 这次展览展出了 100多幅政治漫画 展览组织者卡雷斯里兹说 我们住在一个政治城市 这个展览就是一个艺术 与政治的结合 这是华盛顿非常热门的一个展览 参观者马修·克利福德说 他喜欢政治漫画的原因是 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 欣赏那些给我们带来欢笑 和幽默的东西 这是一件好事 也希望有助于我们在很多议题上 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位参观者 马罗瑞·绍伯恩说 我觉得他们很独特 让政治富有趣味性 漫画家沃尔克强调 只有在民主国家 人们才可以这样自由地 批评和嘲讽政治人物 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 我们能调侃我们的领导人 而这些领导人 也能幽默地看待这件事 我可以用漫画随便画总统 他不能把我扔到监狱里 他还说每个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 人们也可以用轻松的态度 对待政治 我们可以展开政治辩论 不过最后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要一起向前进 虽然一张政治漫画 不太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观点 或者影响你对某一个候选人的支持 不过它至少能给严肃的政治 增添一些趣味 让更多的人对政治感兴趣 VOA卫视记者杨晨 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亚裔被称作是 政治上沉睡的巨人 预计今后25年 美国亚裔人口将增长74% 而亚裔选民的人数将增加一倍 全美国三分之一的亚裔人口 居住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 一些人选择投身政界 包括那些加入了美国国籍的移民 可是这些候选人发现 他们在竞选公职的时候 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 从南加州发来的报道 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时 面临一定的挑战 首先我长着不同肤色的脸 我敲开一家人的门 一名女士开门说 我绝不会投东方人的票 尽管如此 亚裔移民候选人 还是在美国政界 获得了一些成功 尤其在加州 韩国移民江石熙是民主党人 23岁来到美国 现在她正在竞选加州州参议院的席位 她的共和党对手张玲玲也是移民 目前是州众议员 她3岁从台湾来到美国 你必须打破人们的某些成见 张玲玲说 妻而不舍和选民们对话 有助于打破成见赢得竞选 我一直相信 只要沟通 就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江石熙先是当选为 加州欧文市的市议员 后来成为市长 她同意张玲玲的说法 当然我先是一家一家的去敲门 很多时候因为我的长相和党派等关系 而吃闭门羹 可是我还是继续去敲门 到投票那天 我走访了两万户人家 越来越多的移民候选人在加州竞选公职 而且在地方和州一级获胜 江石熙和张玲玲 就是例子 我们现在初步看到 近年来西语裔和亚裔移民 开始从争取经济和文化机会 转向争取政治机会 江石熙说 加州是先驱 美国其他地方今后也会看到这个趋势 亚裔是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提高最快的群体 至于那位告诉张玲玲 她绝对不投东方人票的妇女 最后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散弹枪而成了朋友 她最后赢得了这位妇女的选票 美国之音李爱玲 加州城郡报道 美俄主导的叙利亚部分停火方案定于星期六开始执行 一些美国的议员对俄罗斯是否会履行承诺 提出了疑问 星期二 议员们在质询国务卿克里斯问道 如果俄罗斯没有履行承诺 美国是否愿意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呢 有关详情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 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本月在慕尼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 为美俄主导的特别工作组奠定了基础 这支工作组将寻找办法 结束历史五年的叙利亚冲突和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 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质问道 如果叙利亚当局的盟友俄罗斯 拒绝停止轰炸反政府武装目标 情景将会如何 如果普京违反停火 好像真的不会有任何后果 本届行政当局会怎么做 你们在座的任何人都没有给我答案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他无法保证停火将会有效 但是他说 如果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 不为制止叙利亚危机做任何事 他会受到批评的 他还说替代方案也在讨论之中 对于在谈判失败情况下将采取的方案B 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讨论 国务卿谈判的是一个没有方案B的局势 俄罗斯知道没有方案B 不过有些人士说 美国可能有一些替代选项 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采取更多军事行动 特别是让局势重新取得平衡 使政治解决更有可能 不过沃瑟补充说 由于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权 一直在成功地击退反对派力量 目前的气候对实现政治解决可能不太成熟 美国之音多金斯 美国国务院报道 纽约市环卫局在每个废品的回收日 都会收起超过一万两千吨的垃圾和可回收物 通过一个心怀梦想的男士的不懈努力 环卫局有了自己的垃圾馆藏 这批收藏如今放置在环卫局的车库里 不过也许有一天 一旦拟役中的环卫局博物馆成为现实 这些珍宝将向公众开放 我们一起来看看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沿着环卫局东哈林区车库弯曲的楼梯 拾接而上 到了二楼 每一个角落都有奇妙的收藏 他们是纽约人家遗弃的各种物品 纳尔逊·莫里纳是环卫局的员工 也是这批垃圾珍藏的策展人 他为纽约市环卫局做了34年 30多年来 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仅凭慧眼和灵感 从垃圾中变出珍宝 在纽约市 人们扔掉的东西五花八门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也许能为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 提供全部家具 要知道 扔掉的家具门类齐全 这栋不起眼的车库楼 收藏着至少四幅蒙娜丽莎 数千件家具 古雅的玻璃器皿 非洲的收藏品 小事件 还有精心张固在墙上的绘画和海报 甚至月中人 圣诞装饰等等 有些逃来的宝物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是大卫之星纪念911的 用世贸中心的钢制造 这是在垃圾里发现的 另一个镇馆之宝 是一座120年之久的教堂的花窗玻璃 这是他从街头捡到的 人类学专家罗宾纳格说 整个收藏让人们洞悉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这一收藏的奇妙之处在于 它丰富详实地展示了我们当代社会 纽约市和美国生活的过去 既涵盖几十年的历史 也反映当下 想想看 考古学家发掘古代文明的文物古迹 以此了解留下这些遗物的古人的生活细节 今天各家各户丢在路边等待收走的垃圾 也有完全一样的功效 莫里纳已经不再上街收垃圾了 她刚刚退休 管理着自己的一小片天地 每星期有两三天来巡视她的馆藏 这是她三十年精心努力的成果 她还说她内心有个警钟 会提示她打开能有宝物的垃圾袋 美国之音舒斯曼 纽约报道 在奥斯卡提名记录长篇《灵冬烈火》中 导演伊夫杰尼·阿夫尼·维斯基 用镜头记录下了2013年到2014年 百万乌克兰人对抗腐败政权的大规模抗议 以及在这场运动中 他们与警方爆发的流血冲突 一起来看看普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11月 100万人聚集在基辅的独立广场 和其他中心地带 亚努·科维奇总统决定放弃 与欧盟签订一项广泛的协议 转而与俄罗斯加强联系 人们对此感到愤怒 男男女女 甚至是小孩 都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 在被成为比尔·库特的特种安全部队 开始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之后 和平集会变成了暴力冲突 但是伊夫杰尼·阿富尼维斯基 没有终止拍摄 那个时刻没有人想到危险 所有人想的都是怎样记录下 每一秒保存这段历史 领动烈火记录下了特种安全部队 打人肆无忌惮地向人群开枪的画面 尽管天气寒冷刺骨 伤亡成千上万 但是抗议活动持续进行 阿富尼维斯基说 没有社交媒体和多媒体 他就无法记录下 这些令人震撼的事件 我在社交媒体上和导演 专业人士以及非专业人士交流 因为每个人不管是有想法还是有设备 都能帮助我们 数码单反相机 便携式摄像机 手机 GoPro 平板电脑 各种科技都有 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 乌克兰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 包括解散比尔库特 取消反抗议行动 恢复2004年宪法 以及释放政治犯 伊弗杰尼·阿富尼维斯基的纪录片 领动烈火 是展现公民的团结与牺牲 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变革的 又一个例子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二战之后 以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不计其数 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内梅什 指导的索尔之子 和长居德国的意大利导演 朱利奥·李恰·雷利 指导的谎言迷宫 是最新的两部 两部影片拍摄手法出色 演员演技精湛 而且从独特的视角 来重新审视大屠杀 正因为如此 他们都获得了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索尔之子 从索尔·奥斯兰德的视角 来展现大屠杀的可怕 奥斯兰德是二战中 臭名昭著的 奥斯维辛比克脑集中营 特遣队的成员 特遣队是被迫在 集中营火葬场工作的 犹太人囚犯 影片讲述了索尔 为安葬一个男孩 而不顾一切 寻找拉比的故事 那名男孩是成千上万 在毒气室被毒死的人之一 导演拉斯洛内媒时 用手持摄像机进行拍摄 在索尔两天的痛苦经历中 所有镜头几乎都聚焦在索尔的脸部 那些惨无人道的场景 则作为虚化的背景 让观众自己想象细节 内媒是说 影片中 人们的祈求声 尖叫声和死亡时痛苦的声音 无序地交织在一起 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来再现集中营那种混乱和恐怖的气氛 特检队成员在他们有关集中营生死故事的文字中 描述的就是这种气氛 集中营里没有思考 这是我们在战后无法理解的事情 战后才有粉丝 你在里面的时候 思维状态完全不一样 内媒是说 虽然影片很压抑 但是故事里面人情犹存 因为主角在笼罩着死亡的环境中 貌似安葬另一个人 朱利奥·李恰·雷利 指导的谎言迷宫 讲述的是约翰·雷德曼的故事 这位德国检察官 在1950年代 调查一名纳粹嫌疑人 是否犯有战争罪的时候发现 奥斯维心急中营 发生了大量的反人类的罪行 谎言迷宫揭示出 德国在二战结束后 近20年间 怎样掩盖了奥斯维心的暴行 导致年轻一代 对集中营或者是大屠杀 一无所知 1963年 纳粹战犯 为他们在奥斯维心的行为 最终受到审判 沉默终于被打破 谎言迷宫就像是一部惊悚片 但是导演李恰·雷利说 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 但是影片是真实故事 只有主人公约翰·雷德曼 是众多真实人物的综合 他有很高的道德意识 他相信自己能明辨是非 但在影片结束的时候 他的变化很大 他变得谦卑 不过他在整个过程中 变得成熟了 调查几乎让他崩溃 他是战后年轻 德国共和国的象征 德国从那以后 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去 谎言迷宫代表德国 决筑今年的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奖 美国之音普劳 华盛顿报道 1936年 美国田径明星杰西·欧文斯 在柏林奥运会上 连夺四枚金牌 大错了希特勒纳粹 人种优越论的企业 可是当他在遇而归时 他的家乡 依然是严重的黑白种族隔离 由史蒂文·霍普金斯导演的 美国故事片赛跑 描述了那场奥运会 以及大萧条时期 在美国种族主义时代 长大成人的田径明星 欧文斯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 普劳的介绍 杰西·欧文斯是家里 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他认识到跑得快 拿第一比肤色更重要 欧文斯发誓要改善生活 他离开家人 作为田径运动员 进入俄亥俄州州立大学 拉里·希尼教练 看出了欧文斯的潜力 影片在重现欧文斯刻苦训练 和打破世界记录的同时 也描述了美国奥委会争论 是否要参加希特勒的奥运会 而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要求欧文斯抵制奥运会 尽管面对巨大的压力 欧文斯仍然决定参加奥运会 他获得的四枚金牌 搓穿了希特勒亚利安人 优越论的谎言 他的胜利为其他黑人运动员 铺平了道路 可是当他回到 种族隔离的美国时 他仅仅是一个黑人 而不是奥运英雄 扮演欧文斯的 史蒂文·詹姆斯说 这部影片赞颂的是 欧文斯和他在逆境中 取得的成就 赛跑这部影片告诉你 为什么你的长相 和你的家庭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个人的成就 詹姆斯说 从1936年至今 美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 不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认为这部影片 不仅显示了 自从那时以来 我们取得的进步 而且还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能倒退 我们不能走回头路 国会众议员 约翰·路易斯 也赞同这个说法 娱乐业必须清醒 把我们包括进来 不管我们是非洲裔美国人 还是白人 拉美裔 亚裔美国人 还是美国原住民 电影业 必须把我们当成一个民族 一个家庭 在竞赛场上 欧文斯象征着团结 美国之音普劳 华盛顿报道 收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 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 亚太5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 来收看BOA卫视 亚太5号位于 东京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 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其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 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 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 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波段信号的 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 节目参数设置 本证频率请选择 11300兆赫 下行频率请选择 12439兆赫 符号率是每秒2.5兆浮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 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 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 BOA卫视 精彩的节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又到了OMG美语时间 一起来看看情侣吵架 英文版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新来微博粉丝 风一样的言语 题的话题就是 Quarrel with my girlfriend You are so stubborn You are so stubborn You are so stubborn 你太固执了 I don't want to fight anymore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me 我不想和你吵下去了 你根本不了解我 You are so stubborn We need to work this out right now I don't want to keep arguing 你太固执了 我们必须现在把这件事离清楚 我不想一直吵下去啊 Always have to be right Always have to be right Always have to be right 你老觉得自己是对的 I am just so sick of explaining this problem to you You always have to be right So you'll never try to see my side 我就是不想再给你解释这个问题了 你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从来不站在我的角度去想想 Agree to disag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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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留意见接受分歧 Let's just agree to disagree We're not going to get anywhere with this 我们只能把留意见接受分歧了 我们永远讨论不出来结果的 好 请评论告诉我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say sometimes When you're arguing with your significant other Like you think you're always right You're so stubbor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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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ye 以上就是今天的VOA卫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建议和看法 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gmail.com